老师们对今天分享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AI的内容超级多 很丰富 可以玩的东西很多 那最重要的 不只是玩 而是老师可以思考一下 什么样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它带到您的课堂上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请说请说 就是我上次有看过老师 有介绍一个AI绘图的部分 然后就是好像点某一个地方 然后就可以 他会换一个东西 我已经忘了他的关键字了 可是我 点某一个东西应该是这个吧 然后那个有一个就是 他跳都会跳到那个Github那边去 然后发现那个就没办法运作 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印象 就是他类似AI绘图 然后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角色 然后我可以把某一个角色点一下 然后他就会去动 我忘了那个关键字 不然改天我再跟老师私下请 没关系 我那个简报上面有我的官方账号 因为我想我最近比较常介绍 如果是以这种比较就是通用型的 AI的这种绘图 我应该主要是介绍这几个 Career AI 这个最多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这个 对对 因为这个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他一样看不懂 有没有就按下去 老师有没有发现 你看选单这样子 有没有都很容易看懂 就很方便啊 那我就用这种即时的 像这个 对不对 好像在这边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跟他绘图 也可以直接抓 也可以直接做绘图的动作 都OK 像这种就是姿势的 我没有分享到画面 抱歉 还好 有马上看到 这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在33页这个 叫做Career AI 那他会像这样 像这个就是 我可以用姿势 我可以上传 也可以很单纯的 就是您透过绘图 这样子 所以你只会 这种简单的 就变成像这样 然后就由他自由发挥 那我们还可以透过提示词 今天反应不佳 有有有 这样有 那如果你要他手举起来 那你就可以用这边 比如说这里涂掉 或者是这里 拿掉 那我们就可以来这边 请他把手举起来 好 他不举手 你就透过提示词 再跟他做说明 你看 有没有 这个就是 上面这里有一个不错啦 就是这个叫做 AI的强度 你知道的 有时候AI太强 不见得很好 因为他就自由发挥嘛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事实上要把 这个调下来 那你也知道 没有AI的状态下 只会跟你越来越像 所以像这个效果 其实很不错啊 很好用 那就是你可以动手 又可以动口 好 动口我就会跟他用讲的 讲不听就动手 好 所以Coreal AI 这是来自韩国的 也是很好用的一个 就是这种控制的工具 这样子 好 那请问老师 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 我们就先到这边咯 以后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那那个 各位老师 不好意思 就是那个 我们最后有一个 那个 记得一定要签到 然后会有一个 那个 回馈表 那请大家一定要填写 那今天非常感谢 那个 大家的热情的参与 还有那个 廖老师非常精彩的讲座 那今天也让大家体验到 很多很多不同 形态的那个AI的应用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邀请老师 跟大家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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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 谢谢大家 就在这边 拜拜 拜拜 拜拜